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好 我是極度專業 歡迎收看極度專業DIY教學 今天又找你 又是這台雲爆 屁股怎麼都沒啦 對啊連牌照都沒啦 好那 這次我們其實是要做一個 下儀式的牌件 原本是有那個下儀的突出 那車主現在先不想裝 他想先裝個牌件 他被他爸爸抓到說又花錢在改車 沒錯 所以說下儀牌架應該不算改車 因為突出原本就有 把這廢了 到時候一看就知道 這不是改下儀的突出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先 把這些套件裝上去吧 那我們先準備兩隻板手 一隻17的一隻22的 這是後輪的 螺絲的部分是17的 那羅姆的部分 用22的 22的啊 17 22 來 那我這邊先 拋上去 17的拋上來 好 拋上來 好 22的 來這邊 你要從那邊拍過來嗎 好 22的 好 好 怎樣 17的就是擋住啊 怕跟著轉 然後 我們是這樣子處理 用對手的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拆 那因為你有電 這樣 這個就拿掉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個大電片 不要 那我就當他的電片 那我們就這樣子固定住 好 這個 電片啊 放上來 好 這個再鎖 好 就用夾緊的就好了 好 那如果比較龜毛的 就這邊再鎖一根 螺絲 穿過去這樣 定位螺絲 對 那我這個先 卡在這邊輔助一下 不要讓它跑掉位置 好 現在把 這個 後輪鎖緊 那 選用在這個位置 這一邊啊 原因其實有蠻多的啦 那第一點齁 其實也沒很多啦 就兩個 原因就是 第一個 拆裝簡單 這邊拆了就下來了 就這個螺母這邊 反正就是選螺母側 因為我們在裝會比較好裝 後輪心也不用拆 鍊條也不用重新調 有沒有 嗯 就是螺母伸下來 就鎖回去了 好 你看 有梳芽出來 對對對 我們這芽有出來一圈 這樣就ok了 不會太厚 然後這個 這個已經卡住了 就這樣吧 卡住了 好 那就這樣吧 不要了再縮啊 好 再拿這裡 對啊 好 好 好 接下來我們這個套件齁 就裝上來 裝外面吧 還裝裡面 裝外面 外面會變這樣喔 會太出去嗎 對 差不多這個位置 那裡面呢 裡面就這 那它 在 那個T字的 T字 T字 齁 你說的是這個東西嗎 那 夾組一下 如果讓我們這個中間齁 來 這個啊 鎖這兩個 嗯 那我們就讓 這個中個 這個在中間 嗯 差不多比一下 也有喔 其實甚至我覺得不需要那個 不需要 電那個 對 不需要電那個 這樣就已經夠夠中間 好啊 好 因為可能那個是給各種車型啊 對對對 然後我這個車型 那你就要進去一點還是出來一點 哪裡 我就進去一點好了 比較緊湊 比較緊湊 因為反正以後如果輪胎換後再說嗎 比較一拜啊 然後這個螺絲齁我們可以找那種長度 再適中一點 這太長 嗯 我覺得啦 還是要用公牙神器再供一次 我覺得它那個漆啊 在噴的時候不好 好像把裡面的 是不是也 這個就先 好一次就好了 好一次啊 好 這樣做是保險 你們在鎖這個東西之前都先順過一次齁 因為不知道 上他們的工具 就是 對啊 然後 我們這樣隨隨便便冒軟的鎖上去 有那種崩牙的危險 就先 試 試轉看看 這邊也是 因為它噴漆噴到裡面的牙 對啊 那個比較緊一點 而且有沒有 眼見的觀眾有沒有看到 有個地方沒有上到齊 沒錯 就是這裡 這裡沒上到 唉 然後我們這個 這個上字幕的工讀生啊 唉 到現在很多影片都還沒上啊 啊 老闆沒放薪水啊 我要發薪水啊 你成效先做出來啊 好 確定是都可以的 今天算輕改裝吧 好像沒用到什麼殺人機 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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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改 喔 沒有改 改車是屁排在改 我們是升級 好不好 我們走的是簡約風 是升級 齁 改裝 是屁排在改裝 嗨 沒有沒有沒有 開玩笑 我就屁排 我最大的屁排 掃一下你的車的外觀 又改了一台摩托車在上面 動力也沒有多一台摩托車的動力 掃一下 哇 極度不專業 謝謝 好 OK 那 你這邊齁 你這邊挑這個洞啊 嘿 挑裡面那一顆洞 對 好OK 不用墊片嗎 不用 欸 不用 不用 他這個就是 好他上面有墊片 OK 這種 那後面那一層呢 後面那邊 不用啊 對 對啊 除非你要的話 我覺得就是在一個彈簧墊片 好緊破他就對了 對 下次想換一顆大顆的巨子台 等這顆磨完以後 就更咖啡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沒有磨完 會不會說沒有磨完就先換 然後跟你爸說你 喔我磨完了 呵呵 三年 三年到也換喔 對不對 我是正確的觀念 是三年胎就要換 時間到就要換 對嗎 欸 不好意思 一直瞧你排氣管 蛤 會不會太長 欸 我們這邊還有這個螺絲 還有這個 這是白鐵還是 度太 度 心 應該是度 啊 那再換一個軸的 厚 你要換軸的 這是幾 jou的 幾分啊 這應該是M8 M8 1.25牙的 所以螺絲是用 美國的那個M的代號 還是是英國的 它這個是M8代表說它是 直徑有8mm 羅亞的部分 所以這是美規 還是有分嗎 你是說它是英字還是公字 這是公字 公字 你講minimeter都是公字 對對對嘛 然後你看喔 這個鏡頭一上來 我們會發現這螺絲突出來很多 如果你不想要容易卡死 就是大概突出來一牙就好 大概跟這個狀況一樣 稍微再比這多一點也沒關係 再多一牙出來就好 這邊可能會卡油泥什麼的 沙子 是怕沙子卡進來 嗯 我覺得鎖這邊還有個好處是 因為另外一邊會噴鍊調油 嗯 好 那接著 來 這個 鏡頭齁 蓋到這裡 蓋到這邊 你要這麼低嗎 喔 是不是太低了 應該要高一點 應該要高一點 橋高一點 對所以等一下前面那邊再跳 我們這邊先先調 欸我覺得這個可以先上去啊 好好好 這個上去不干擾嗎 太低了 影響到辨識就不行 對不對 這個有影響到辨識嗎 欸 是沒有啦 夠夠龍也這麼低啊 嗯 他們 車子比較低 都可以了 我們這個 應該也是要可以才對 嗯 對嘛 沒毛病 那這個 反正只要正確懸掛於後面 可辨識的位置 對吧 對對對 沒錯 喔很有感覺欸 很上面的那個拿掉 這個 螺絲啊 緊就好了 因為它白鐵的 對 斷在裡面就尷尬了 對就尷尬了 白鐵就比較軟 容易 比較會斷 好 這樣 這邊也蠻短的 是不是會 太 好 那我們再移到這邊 再喬一下角度 我會擔心我的車這麼正 它會不會正一正金屬皮 那我們要把它變高啊 就把這個鎖點移到這邊 移到這邊 對 就可以把它變 不然就是在 把前面的那個 沒辦法再往前 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說 把前面的那個 螺帽鬆開 再把它往上翹 再鎖緊 懂我意思嗎 這個是最有效的嗎 啊對啦 這是最有效的 最神功的 先鬆就好 喔可以 這樣這個角度好像可以 嗯 接下來 就是上牌照了 全部都是黑的 螺絲是 鐵金屬色的啊 我等一下拿補漆筆把它補一下 好 好 好 OK 接下來下一集 接下來我們車牌再按上去 就可以了 對 那這個支架也是有 突出的啊 只是我們車主現在暫時不想裝突出 塗除實在太醜了 太醜了 對 塑料感太重了 塑料感太重了 在圖片上看起來還好 可是 那 我們 接下來的話 下一集 我們就是裝這個 牌照框 裝到這上面 那我們選這個牌照框 也不是省的 是牌照框 鋁合金的 蠻厚的 超厚 超級厚 真的 那我們就下一集 讓大家看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 按讚訂閱留言 加分享 記得什麼 開啟小鈴鐺 沒錯 開啟小鈴鐺 好 拜拜 好